因為事情有點急迫 本來應該借協校的產地 那我相信這個環境不再大小 就我們也請市政府的長官 這個擺滿中還是要來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有關於這個林口街38項 林口街38項這個計畫道路要打通 到那個大道路去 那計畫道路上面的數就要移植 那因為他們20號下午跟21號早上已經有在動 所以你們也很多很關心 所以我們今天也謝謝市政府長官 你來看我們就是市政府給我們的機會就是這麼小 所以不過也很感恩你們來這邊對我們相親做一個說明 那也謝謝整理會議員的主任李泛中先生 那我們今天的一個程序 今天我們這個說明會 有市政府很多單位的長官來 也很感謝他們對我們這個說明會上面有幾個題杆 做一個說明做一個報告 那各位相親如果他們說明完了以後有疑問的話 那個時間大家在舉手 那他們在進行當中 我們也希望來尊重市政府他們的專業 希望這個開發案對地方是有幫助的 希望他們照顧我們這邊的生活品質 那這個計畫道路上面的樹 今天的重點就是計畫道路上面的樹 要做移植他們來這邊做說明 謝謝大家 謝謝 那我們現在就請整理會議員的主任李泛中 跟我們來講 來說明一下 禮長然後再做當然你的鄉親好朋友 然後還有再做了市府的官員 我想是不是先介紹一下他們 好不好 那我先介紹一下 現在的話 第一位介紹應該是財政局最早來的那個副局長 陳志明前副局長 大家晚安 大家好 還有另外一位在港人的 女士曼鳳家姐 對 然後再來就是新東處的那個張泰昌張科長 大家好 然後還有社會局的那個 許紹勤 許部長還有許勝負 李先生 那出發局的謝孝坤 謝部長 還有羅少宏的辦公司 那交通局的李鑿正科長 然後還有工藝處的工程師 那很感謝大家擺盲中來參加這個說明會 那雖然說整個十一米計劃大陸開閉事實上只要移33棵樹 但是有這麼多人關心 那代表說 事實上整個大安理的李鑫 事實上不只有關心人的事情 包括說周邊任何有生命的事情 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關注的 那我們當然很感謝市府這邊的話 然後幫忙今天有那麼多單位出席這個會議 那我想整個會議的程序進行的話 大概我先做個說明 那就是第一個我想大家都有看到 手邊都有一張整個說明會的傳單 那傳單一邊的話呢 有所謂的討論提綱 那我們大概我們的程序大概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討論提綱 整個進行完之後 然後接下來後面的時間的話 就是Q&A的方式 然後大家來提問 那基本上提問的話 是一個人以三分鐘的時間為準 好 那三個人提問之後 然後再由看市府相關局數這邊 來做一致性的回答 好不好 我想這整個程序進行大概是這樣 好 那 那我想我們現在的話就開始進到那個 說明會的一個 一個歷程了 對 那 是不是就針對所有的討論提綱 第一個部分 就是 第一個為什麼要開閉這十一名道路的依據是什麼 我想這可能要請杜巴局這邊 然後來做說明 好 那為什麼要再近期開閉 它的理由是什麼 那可能要請財政局這邊 來說明一下就是說 這十一名計畫到路開閉 他包括社會局的話 來說明一下 就是說這十一名計畫到路開閉 然後的目的針對所謂後續 不管是商業用地的話做地上全設定 或者說社會用地的話 做所謂的一個社會設施 然後幫他共進來的規劃 然後到底有什麼注意 然後 這部分的話可能要請這兩個局處 然後來做說明 那 那 呃 那我想是不是就針對 我們第一個討論地開閉 就開始 好不好 好 那多八 沒有 沒有